大家好,我是曹夏宋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几个经济学里面常用的名词 当然了,也是国民经济中经常使用到 甚至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使用到的一些名词 第一个就是GDP GDP叫做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个国家的国民 当然包括国内的和在国外投资的这些GDP 很多城市发展都在使用GDP 以展示自己城市的吸引力 比方说这一次我看很多2020年底的时候 很多城市都为了争夺第十名 比如像合肥西安泉州南通福州等等这些城市 它为了争第十名的时候 然后就是说在研究这个GDP最后公布 公布看前面的人公布了多少 然后我再来公布 然后争取进入到万亿 进入到万亿俱乐部 这个GDP GDP呢 是个是个什么情况呢 我之前也曾经在视频里讲过 但是它所反映的并不是一个地区 或者是一个国家的财富的程度 而是反映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的活跃度 也就是说一个地方 这个市场经济 这个市场活跃不活跃 可以用GDP来表示 它并不代表着这个地方是不是拥有财富 或者是发了财了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比方说我们在农村里面 那个GDP是很低的 因为我也不买什么东西 也不卖什么东西也不卖 就是就弄点粮食自己吃 养个猪 养点鸡什么 一年卖开销不了多少钱 这个创造GDP就很少 但是呢 你如果比如说你在大城市 比方说你在香港生活的话 那你一天吃一斤白菜 弄斤猪肉吃下去的话 可能得花几百块 三四百块钱 两三百块钱 三四百块钱 对吧 它就这么大的一个开支 可是我在农村里生活呢 我是等于说是没有GDP 你知道吗 不管吃多少肉 那是我自己养出来 这个是知道吧 这个是不产生GDP的 所以比方说你在香港生活一天 你一个人 你花了比方说花了三百块钱 你创造了三百块钱的GDP 我在农村里一分钱 一个一分的GDP都没有创造 这个只能说香港那边呢 它那个GDP高了 但实际上它是一样的 你也是在那边吃饭 我在家里吃饭 你吃的那个不一定 有我吃的这个快乐 我说不定吃了吃吃不了 还是扔你给小狗吃吃 你那个吃不了 不管吃的了吃不了 你都是产生那么多GDP 所以说你看到那个庞大的GDP 到底有多少财富呢 这个是不一定的 这个并不是完全确定的 你知道吗 一个地方老百姓富有不富有 与GDP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很多人后来就说 哎呀你要看看人均GDP 人均GDP呢 就是把一个地方的GDP的 出于当地的总人数 然后就得出了人均GDP 当然人均GDP 通常是指12个月的 很多地方呢 人均GDP的话 差不多有 我也没看这个数据 有的又多的 有说六七万七八万啊 十来万的也有 最多的有十几万的也有 但是说我记得很早之前 那个澳门就有三十多万 是吧GDP 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是吧 那也是没有意义的 你知道吗 因为你那个GDP 你得看你吃了多少 用了多少下去了 是吧 因为那个GDP的话 它人均GDP 它只是它 反映了经济繁荣 比如说你打个车 花了个二三十 或者是花了个二三百 花下去了的话 那这个 你不管你真的钱 有多少 你真的十万块钱 一个月也好 五万一块钱 一个月也好 但你再不停地去开支 最终你就形成不了财富 财富呢 它都没有了 它都是散掉了 这个时候就是 要说另外一个词 通货膨胀 但是我今天不想 说通货膨胀 我只想说 那个人均GDP 它也不能反映 你这个地方 富有不富有 有钱没有钱 我记得 我们老家 有一个城市 合肥 是吧 很牛 这几年很牛 是吧 这个人家说什么 大县城 是吧 现在是搞成了 就是说是二线城市 对吧 二线城市 这很好 他就曾经说 他的GDP有多少 是吧 我测 我把它算了一下 好像也是一个月 人均一个月的GDP 大概三千多块钱 这不是工资 而是人均GDP 工资如果说 把它花掉的话 理论上 它至少能产生三倍以上 这是指以前 传统经济的时候 产生的那个GDP 比如说你发三千块钱 你把它花掉的话 那你至少能产生 九千块钱的那个GDP 如果现在的这种 网络经济这么发达的话 这个可能产生 五倍到十倍的GDP 都有可能 也就是说 如果说人均GDP 仅仅只剩下三千块钱 一个月的GDP的话 人均的话 那么它的 意味着它的工资 基本上是等于 六七百块钱的工资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那我说这个话 可能你们不太理解 是什么意思 不管你理解不理解吧 总之人均GDP 也不能反映一个地方的 贫穷与富裕 它还是反映了一个地方的 经济的活力 当然 这个经济活力呢 它也不是 绝对的 它跟那个通货膨胀 和物价水平 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你的物价水平 越高的话 那你GDP自然而言 就越高 如果你的物价水平 很低的话 包括很多 就没有物价 比方说农村里面 种田种地 我自己种自己吃 自己自足的 我这是不产生GDP的 明白吗 所以呢 就另外衍生了一个话题 那我今天也不说 就是这个话题就是说 中国要像超过美国的话 就是把农村农民的生物 这个东西全部 进入GDP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把你的农民 所有农民都脱离出来 就活在这个地方 就行了 把你那个地全部 租给别人 对吧 让别人去生产 生产之后 然后别人又给你的 那个这个租金 然后你又拿了 那个租金去买 那个粮食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 租金和买卖 你一下子GDP就提升了 那可不是提升一点点 想超越美国的话 指日可待 因为美国也是这么干的呀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 人均GDP 它也不是反映 老百姓是不是有钱的 那么就有另外一个词 叫做居民收入 居民收入 居民收入呢 它指的是指老百姓呢 对吧 反正一个月下来 或者是一年下来 你的收入 所有的收入 所有收入 就是不管你 总之吧 总之那个钱到了你手上 合法的收入 都算 都算你 不管你是 这个卖学也好 合法的都行 还是工作也好 还是这个租房子也好 租地 租出去 对吧 还是这个买股票 干什么东西 反正都是算你的 合法的收入 都算是居民收入 居民收入里面呢 就有一个词 叫做 居民 人均 居民 可支配 收入 很多人都认为 居民 人均 可支配 收入 这个应该是很到位了吧 这个统计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是吧 它是所有居民平均的 可支配的 这个收入 这个时候一定代表着 老百姓有钱没钱 是吧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你可支配的收入越高的话 那你肯定就是说 这个 手上就活络了嘛 是不是 就有钱花了 你可支配的越低的话 那你肯定就花的钱就越少了 但其实这个词也是一个 是坑 经济学里面所有的词 几乎都是坑 没有一个说实话的词 所以小曹哥就不研究经济学 不是不研究 那个经济学太简单了 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是吧 一点意思没有 所以经济学家 那个都是 哎 没饭吃 混不上饭吃的人 经济学家 多数的经济学家 真正的牛逼的经济学家 应该都是 大商人 或者是实践工作 做的比较好的 这些人 他做经济 他的理论 他的手法 做出来之后 就成了经济学 居民人均可支配 这个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最让人感兴趣 就是可支配 什么叫做可支配 人均收入 我的钱不就是 我可以支配的吗 根据定义 他是这么定义的 他认为呢 你的收入里面 有一部分要交税的 要纳税的 也就是说 或者是交保险 加纳税 总之要为 这个强制性的 要支出 这个是不是在你的 不管你有没有收入 你都要支出的 甚至就是说 你收 工资越高呢 然后你的那个 这个 税收 叫做税 人头税 和个人所得税 也就越多 对吧 所以呢 去掉这些税收 还有保险之后 剩下这个钱 叫做你可支配的 收入 这些钱都是 贵你花的 你想怎么花 就怎么花 这个词说得好 是吧 去要该花的 去要你不得不花的 剩下的那个钱 就是你想怎么花 就怎么花 但实际上 在中国并不是这样子的 并不是这样子 很多开支 除了税收之外 很多开支都是必须的 比方说 九年义务教育 是吧 这个学费 没有了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杂费的 杂费的一个月呢 一年呢 还是有个 五六百块钱 是吧 一年还是有个六七百块钱 这是很正常的 这六七百块钱 你说不给 这个不行吗 比如说小孩子读书的 这个 那个资料的一个东西 这个钱你必须要给 不是说 你有钱的人买两万块钱的资料 和没钱的人买二十块钱的资料 不是这样子的 你起副价 这个二十块钱你要给吧 是不是 你必须要给 比如说电话费 你这个一个月 比如说一个月八十八块钱的 坐机费 月租费 这个你要给吧 你说你没钱 没钱 没钱我不打电话了 我电话关机 电话你停机 停机以后 你这个号码就不能用了 你要用这个号码 你前面那个钱还是要补起来 你明白了吗 这个呢 它也是强制的 强制的交费 你说我的医院去治病 那那个不一定 你别吃命就行了 对吧 那个不算 你说我 交房贷算不算 可支配收入 交房贷呢 是算 是算作 是你的可支配的 也就是说 理论上呢 你这个房贷也可以 也可以交 也可以不交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买房子的话 那你这个钱 你不就可以 去租房子了吗 或者是 去住宾馆了 或者想怎么花 就怎么花 总之呢 只要你不买房子 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那个钱就可以怎么花 问题是 只要你买了房子的话 你总不能说 刚买了不久 就把那个房子 拿去卖了吧 所以 那个还 按揭的那个钱 实际上 它是不可支配的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给的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要 哎呀 我先把这 这个 这两个月的 这个按揭 预留一下 然后去 对吧 然后再去研究 别的事情 如果我不留这个 我现在这两个月 我没有工作了 怎么办呢 对不对 我必须把这两个月的 这个 这个按揭弄起来 这个其实属于 不可支配的 但是呢 在经济统计里面 它属于可支配的 也就是说 你还 还房贷一个月 还五千 是吧 这五千块钱 属于被你用掉了 不属于 你买房子 不属于你 这个 这个不可支配的 是属于你可支配的 我认为这种 我认为这种 这种方式呢 有它的道理 可是呢 对 反应一个人的 失败水平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那个 说 说服力 比方说 这个 吃饭 你说 他说吃饭 吃饭呢 属于可支配的 你吃饭 你吃面条也行 吃大鱼大肉也可以 但是呢 我如果每顿 都吃最便宜的 面条的话 我一个月 要花的那个钱呢 它也有一个 这个必须要付出来 那是不可支配的 也就是说 你不能变动的 这些钱 你是不能变动 比如说一个月 我一个月吃饭 花二百块钱 不算多吧 这二百块钱 你不能动 你把我饿死 要么你要动 我就要饿得差不多了 是不是 这其实属于 不可支配的 当然在经济学里面 这个属于可支配的 但是一个人 比如说 在城里面生活 不可能只有 二百块钱的生活费 你比如说 对吧 这是肯定的 比方说你抽烟 你一个月抽烟就抽掉 对吧 七八百块 一千多块钱了 是不是 那么 你抽烟的这个钱 属于你可支配的 但是你 生活吃饭的那个钱 其实属于你不可支配的 我说的那个 最基的那个生活水平 属于你不可支配的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你说 你能不吃这个面条吗 对吧 五块钱一碗 还是十块一碗 你不吃这个钱 不吃这个面条吗 你不吃过 饿死了吗 属于不可支配的 所以 人均可支配收入 我觉得这是一个 巨大的一个坑 它是在 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饼 告诉很多人 你是一个中产 你有钱 你是一个有钱人 我不是这么认为 比如说两个人在二线城市里面上班 一个月拿个一万块钱左右 是吧 拿个两万块钱 你如果买一套房子 比如说五百万左右的话 你去分期付款 我想一个月至少要还到 接近一万块钱 应该还到六七八千块钱 是不是 那么这个七八块钱你是不能动的 另外呢 在比如说你的电话费 你的这个养孩子 你基本生活 这个全部都去掉 水电 基本的水电费都去掉之后 其实剩多余的那部分 才是说 我们要不要去加个餐 我们要不要去 做个出租车 做个豪华一点的出租车 或者说 我们要不要去买件衣服 这个才属于 真正属于说 对你的生活质量 有改变的这种可支配 这种可支配 你那种 比方说你 一碗面条 你怎么叫可支配上的 对不对 你连一碗面条的钱 你都不出的话 你还支配个屁啊 你还支配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 这个最基础的这个东西 必须要保障 比如说一个城市里面 最低生活保障 它应该是把这个扣掉的 也就是说 一个城市里面 你一个月发三千块钱的工资 也好 最低生活保障 比如说六百块钱 那你这个三千块钱 首先把这个六百块钱扣掉 另外呢 你应该交税的话 或者那个人所得税也好 还是交什么保险也好 你把这个钱再扣掉 那身上那个钱属于你可支配 它应该扣掉最低生活保障 当然最低生活保障是怎么来的 这个他们去算就可以了 你发现定了多少 这是多少 总之 其实你给一百块钱 也能活下去 你发现三十天 你饿个二十天 或者饿不死 饿几天又吃几天 吃几天又饿几天就行了 反正饿不死 只是说生活水平比较差而已 是吧 这个无所谓 所以 人均可支配收入 这个 这个 悬就悬在这个可支配上面 很多城市里面一定会 接下来就会讨论到 人均GDP输了之后 人家都反感 人均GDP输了之后 人家反感 现在说 居民收入输了之后 人家反感 平均收入 人均收入输了之后 人家反感 人均呢 我和马云在一起 我们成了亚洲首富 其实 亚洲首富跟我们毛关系没有 对吧 大家都经常开这个玩笑 说这个梗 对吧 那么 接下来大家一定会对 人均可支 居民可支配收入 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这个依然是忽悠你的 依然是忽悠你的 你知道吗 比方说2020年中国农村的农民的人均收入呢 居民收入呢 是一万七千块钱 这个是指人均收入 我看吧 这个是指人均收入 一个农民家 人均收入一万七千块钱 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四万多块钱 是四万四千块钱 这是一个大数据 如果说你们一家三口的话 你人均收入是四万四的话 那你得有 对吧 十三万二 你就有十三万二千块钱的收入 也就是说你 一个月的话 得有一万多块钱的收入吧 人均收入 就是你家一口 三家之口 三口之家的 你们三口之家呢 一个一年下来 应该有十三万二的收入 十三万的收入 你这个十三万的收入呢 你要研究一下 你是不是买房子了 如果你买了一个一百万左右的房子 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四万块钱的话 的城市的话 一万一百万应该买不到房子 你就说你买花一百万买这个房子吧 一百万你买这个房子的话 我看你应该三千多块钱吧 你一个月应该付三四千块钱 大概送四千块钱左右 我还那么清楚 你就说你付四千块钱 付三十年 付九一年 付三十三千多块钱 四千块钱 你一年大概也付到四万多块钱的 这个付出去 就是房贷那个钱 你必须要付的 你小孩读书 吃东西 你说小孩这个 你的农村不吃吗 农村吃的比你少 花不了什么钱 那个米又不用花钱买 对吧 这个很多东西都不用花钱买 而农村的 人均收入 是一万七千块钱 一万七呢 乘以三呢 三口之家乘以三呢 他就是有五万一 五万一的收入 他这个五万一 我想应该是稳的 稳定的收入 所以说 你觉得城镇居民有钱 还是农村居民有钱 这个事情呢 通过人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呢 城镇比农村呢 2020年高出了很多 但实际上 城镇居民的生活呢 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你们自己去猜测一下 你们自己猜测一下 这个就是 这个经济学 或者是财经里面 经常会使用到的一些词在里面 并不是表面那么简单 多数名词 都是忽悠人 多数名词都是忽悠人 这个词就他自己知道是什么意思 外人都不知道 知道的都是错误的 就像那个谁讲的一样 你所讲出来都是错误的 他就是告诉你一个信息 你的收入很高 你的收入很高 你在这里过得很爽 过得很开心 到底过得开心不开心呢 每个人开心方式都不一样 并不是越有钱越开心 是吧 所以呢 小超哥也只是说我自己的想法 好 感谢你的收听 再见 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哦